电视剧《平凡之路》是一部以律师行业为背景的都市职场剧 讲述了攀岩、佐纳、舒一南三位实力律师出入职场的奋斗故事 由郭麒麟和金晨领衔主演 还有燕子东、朱朱、康可仁、张子贤、王志飞、李乃文、牛力、李洪涛、隋俊波等实力演员 在剧中饰演重要角色正在央视八套热播中 所有人都嫌弃 都觉得没有前途的荣科律所 对于攀岩来说 却是唯一的救命稻草 这不仅关系到他和母亲的生计 还关系到自己和女朋友懂娇饶的关系 自从和女朋友远道而来的父母见面之后 攀岩就对这段感情 就产生了强烈的危机感 对女朋友愈发的关心 只是没有想到女朋友的分手短信还是来了 没有任何解释 就这失去了联系 懂娇饶家庭条件不差 父母本就不希望他去大城市 更何况还是跟着男朋友 去大城市里租房吃苦 所以当在饭桌上 知道攀岩刚刚成为实习律师 缺乏物质基础之后 就委婉表达了自己的反对 可怜天下父母心 攀岩明白这个道理 所以从始至终没有说什么 何况他其实连实习律师都不是 只是一个公共律师助理 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努力工作 然而他面临的现实是连保住努力工作的机会都很困难 虽然攀岩没有瞧不上荣科律所 但荣科律所却瞧不上他 尤其是公司合伙人杜菲宇 杜菲宇不喜欢攀岩 表面上有很多理由 学历达不到要求 业务能力达不到要求 着装几次三番不改 还和自己顶嘴等等 其实说到底只有一个原因 那就是不认为攀岩能够为律所和自己创造价值 只会带来额外的成本 年轻的时候的杜菲宇 也曾经书生义气 觉得自己天下第一 而如今他眼中早已经是客户第一 这是现实 也是屁股决定脑袋 他是合伙人 律所没有业务 有再多的天下第一 也没有施展的余地 找客户和业务 就是他最大的责任 他看重左纳 培养书一男 除了他们自身确实优秀之外 更重要的是他们的家庭背景 都是潜在的客户资源 只要他们留在荣科 在荣科感受到归属感 这些资源早晚都是荣科的 而这些贪言都没有 贪言很清楚 自己想要在荣科有未来 在这个行业有未来 最重要的是得到杜菲宇的认可 有杜菲宇的认可 即便将来荣科没有了 自己也还会有机会 而得到杜菲宇的认可 说服张如梅接受和解 在离婚协议上签字 就是她唯一的机会 张如梅在律所的很多人眼中 是一个有躁郁症的疯女人 和丈夫的关系已经到头 却坚持着不离婚 提出各种无法达成的条件 折磨着所有人 张如梅无法有效沟通 和她接触只会消耗自己的情绪 所以大家都躲着 都等着上法庭 然后由法庭出判决结果 这其中 佐纳因为在张如梅的身上 看到了自己母亲的影子 所以既感到同情 又感到疲惫 不愿意多做尝试 也是消极等待上法庭 而舒依南则是坚定认为 法律可以解决世间万物 上法庭是最高效的办法 只有潘岩坚持要尝试调解 表面上看是她同情张如梅 希望张如梅可以结束一段不健康的关系 尽快开始新的生活 不要再折磨自己 实际上是她很清楚 和解释杜飞宇想要的结果 因为荣科代理的是张如梅的丈夫 这位大客户的诉求 是在年底之前离婚 如果上法庭就无法实现 所以在这个案子上 潘岩第一次和杜飞宇实现有效沟通 可以坐下来和杜飞宇表达自己的看法 然后第一次跟着杜飞宇出去拜访客户 然而她终究还是操之过急 在和张如梅达成初步共识 准备去见大客户的路上 潘岩觉得时机到了 在车上忽然向杜飞宇道歉 就自己在大江和张如梅的问题上 没有及时汇报工作的事情 解释自己的行为 要修复关系 结果弄巧成桌又一次激怒了杜飞宇 因为攀岩只是公共律师助理 很多事情她是不能擅自做的 她已经违反了职业规定 这般先斩后奏 可能被对手利用 会给律所和自己带来风险 这个问题已经不是杜飞宇第一次提醒她了 杜飞宇也懒得再说 所以这次没有发火 但本来准备带着她去见大客户的 去改变了主意 让攀岩自己先回去了律所 攀岩过往的经历 让她比佐纳和舒逸男友 更丰富的生活经验 有不错的抗压能力 更像是职场老油条 更懂得灵活应变 但终究是业务能力差太多 还屡教不改 这也是杜飞宇最不喜欢的地方 有时候比起做好做对 不出差错更重要 攀岩这样做事情 迟早是要惹麻烦吃大亏的 杜飞宇敬而远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杜飞宇敬而言